Hello,大家好 今天的天气特别好 前几天下了几场雨 今天终于不下了 放晴了 看一看天气 蓝天白云 一直以来我都没有向大家介绍 我的花园和菜园 今天呢,我就想向大家介绍一下 我的菜园和花园 那么我们就从前院开始吧 这是我们的前院 其实这个前院 对这个大的房子来说的话 是后院 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大的房子出租了 我和我老公两个人呢 就搬到这个小的房子里面 因为我们只有两个人嘛 所以不需要住那么大的房子 所以说 这个花园对我们来说 就是成了前花园 这里呢 我们种了白颜色的杜鹃花 这也是杜鹃花 这也是杜鹃花 但是呢 是另外一个品种的 英文叫Rododendron 开乐是紫色的花 开乐是紫色的花 这是紫颜色的花 这个就是普通的杜鹃花 白颜色的 这是红颜色的杜鹃花 这边已经开了一大片了 这花开的是紫颜色的很漂亮 这个肉的Dendron呢 它应该是生长在高山上的 这也是杜鹃花 所以这一排我们种了不同的杜鹃花 这杜鹃花已经开了两个星期了 很快就要败掉了 但是这一种肉的Dendron 杜鹃花呢 刚刚才开 应该还会再开两个星期吧 然后我们再到这来看一看 我在这个花盆里呢 种了Impatient 中文叫凤仙花 然后我们在这个川台下面种了杜鹃花 又是杜鹃花 这个花已经败掉了 要等到明年才能看到这个花 这是紫红色的花 等到明年春天开花的时候 我再拍给大家看 那再往这边走 这个下面种的是开粉红色的花 现在还没有开 但是已经有花苞了 看这个花苞 开出来是粉红颜色的 我查了一下 这种花叫月剑草 再往这边呢 这个是Columbine叫漏斗菜 你看这个很漂亮 像漏斗一样的 这个品种叫Blue Star 叫蓝猩猩漏斗菜 这里呢 我种的是鸢尾 黄颜色的 这个已经开了 很快的 这些都要开了 这里是牡丹 叫Trepione 这是常年生的 这牡丹已经开过花了 今年只开了四朵花 这个牡丹是我从那个树底下移到这儿来的 它在那个树底下的时候长得很不好 所以我把它移到这儿来 已经两年了 现在长得挺好的 今年开了六朵花 但是有两朵被鹿吃掉了 然后我们再到这儿来看一看 这是我们家的狗 Rosie 那我这个树底下 种的是 Dail Lily 就是黄花菜 应该是 这棵树呢 是紫薇 紫薇是八月份开 已经长得很高了 这个下面种的是 什么花我已经忘记了 我要查一查 这是八月份开的花 OK 这个我也查了一下 叫舌边菊 英文叫Liotrace 这个也是Dail Lily 黄花菜 这一块呢 就是勺药 看 已经有花苞了 有很多花苞了 很快就会开花了 这一块 这一块也是杜鹃花 这一块也是杜鹃花 这是一个杜鹃花园 这开的是白颜色的花 快要败掉了 这接下来的是粉红色的杜鹃花 是另外一个品种 刚刚才开始开 这一堆的也是杜鹃花 已经败掉了 开的是紫色的花 这边还剩一朵 还留一朵给我们看一看 紫颜色的 但现在完全败掉了 要等到明年才能看到 这样也不错哦 这个紫色的花先开 然后开白颜色的花 最后开这个粉色的花 这样此起彼伏的开下来 我就有一个月的时间赏花 还有这边 这个下面其实是花糞池 我们每五年要清一次 那我老公为了记得 这个花糞池在哪里 所以他放了几个大石头在这 那我也种了几朵花在这 这个叫Indian Summer 开的是黄颜色的花 大概七月份开始开花吧 这是矮千牛 淡紫色的矮千牛 还有白颜色的矮千牛 Hey Rosie走开 Rosie走开 这很漂亮 你看 它中间是紫颜色的 边上是白颜色的 非常漂亮 这边就是粉红色的矮千牛 在这我种的Indian Summer 所以整体上来看的话 前面是矮的千牛 然后后面那个Indian Summer 它会开大概两尺高 所以前面矮后面高 再到这儿来看一看 我这边其实种了很多花 种了有兰花 还有海棠 都还没有出来了 但这颗海棠出来了 看这颗海棠出来了 这边是苑尾 是紫颜色的苑尾 但是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开花了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所以如果有网友知道的话 请在留言处告诉我一下 这个苑尾应该是怎么样养护 还有这边呢 这边呢 我种了一些 应该是Daisy 叫英伦菊 都发芽了 要等到再过一段时间才能开花 还有这里 这里是菊花 菊花是秋天开的 是我去年买的几盆菊花 开完花以后 我就把它种到这个地方 这里呢 我种的是 萤莲花 也都还没有发芽呢 那我们再去看一看 那边 后面的一块 我们先看这个旁边这一块 再栅栏旁边的这一块 这边种的也是粉红色的花 我已经忘了它的名字了 我们家的狗啊 在旁边绕来绕去的 然后这个开的是黄颜色的花 其实这个是个野花 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名字 然后这边呢 都是Indian Summer 这个是Sweet William 它是紫色花和白色花参杂在一起的 都给鹿吃得差不多了 然后这个花圃里面 我就撒了一些野花的纸 我希望有一点自然的感觉 这些都是野花的小苗 已经发芽了 估计也要到六七月份才能开花 再往这边来 再往这边来 这块地方我们种的是 勺药 已经有很多花苞了 许多花苞 很快就要开花了 到时候我会拍一个视频给大家看 还有这边 所以这一块可以叫它勺药园 很多花苞 这期视频呢 我就只向大家介绍前院和侧院的花园 下期视频再接着向大家介绍后院的花园和菜园 感谢观看